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有人问我说 因为我的蝴蝶岩鞋子会晒到太阳 像那个 Sideria 或石塔基 或是这个都会晒到太阳 那有人说 因为他 他私讯也问我 说那蝴蝶岩晒太阳没有关系吗 这蝴蝶岩晒太阳我觉得还好 那看你的品种 主要是像Sideria这一类的 或是石塔基这一类的 他都比较耐晒 像我朋友的原子里头 他是完全仰在露天 露天就是 整个会晒到整天太阳的地区 那其实他也是只有搭网子而已 他大概搭60%的网子 你可以看到外层那个地方 外层的地方其实是完全 有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太阳 没有遮阴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网子 拉起来的网子 那这个网子大概是60%左右 那其实在这个的 我这边有分成两区一区是外面全日照环境 全照环境我会放石忽兰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这边下午会晒到太阳 下午太阳会从左边进来 然后直接晒进来 那晒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蝴蝶岩而言还好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蝴蝶岩没有想象中那么不耐 那下午大概两点多就会晒进来 晒到你看他的这个 这也是经过那个强日照 你可以算中强日照环境中 像生长还是生长的不错 其实没有想象到这么的糟糕 那像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地区的 你看那个叶子也都是很OK的 所以这是夏日的重点 夏季的重点 不是第一个防晒 你要有网子 然后第二个你要喷药 我觉得重点还是这个 有些人夏季会烂 那会烂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夏季其实病虫害非常的多 都要注意一些些像是不管啊 不管你的叶子啊 或你可能有时候我偶尔要翻一下叶子 看后面有没有红蜘蛛的出现 之外呢 喷杀菌剧 我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基本 而且重要的东西 如果你不喷的话 其实很容易做很容易损伤的状况 那当然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我在顶楼的时候 为什么要喷杀菌剧 但是杀菌剧有分成毒性 比较高跟毒性比较低的 我是建议可以用毒性比较低 像同质剧这一类的 或是留质剧这一类的 相对而言 它的毒性是低很多的 而且安全很多的 或是波耳多益 波耳多益很容易长红蜘蛛 这也是它的缺点之一 那当然不喷的状况下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夏季这个时间 有喷其实就不太会出问题 像这个有喷 杀菌剧的状况下 目前也都没有出现任何的病症的问题 当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 不会到完全百分之百 何况是今年的夏季特别的热 特别热的状况下就可能会出现 热的植物的抵抗力就会变低 特别有些品种 那有些品种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太热的状况下 它们就会生病 但是在大部分的品种而言 我觉得你只要有喷基本的杀菌剂的话 保护剂的话 其实不太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像吊液啦 晒伤 晒伤可能会有 晒伤就是看你的太阳大小 你可以看现在已经中午了 外面的太阳已经有点晒进来了 其实这边到两点的时候 是直接太阳晒进来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对于这些植物来讲 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夏季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浇水 浇水把它沿到晚上以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白天就不要浇水 晚上浇水 那主要原因是它增扇太大的关系 然后第二个定期的给它杀菌剂 那杀菌剂 基本上我一个礼拜会给它一次的状况 目前 那第三个就是注意虫害的问题 那过来 就可以安 我觉得就可以大部分的安然度过这个夏天 那把握几个重点 晚上浇水 然后虫害 然后杀菌的问题 那杀菌 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病争 多多少少 你看这个还是会有 但是会减少非常非常的多 特别是你的蝴蝶兰 虫害兰其实对于疾病的抵抗力 其实有时候会不是这么的好 那只要提早注意 像你看这个还是会有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病争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我今天晚上就会把它处理掉了 就是用那个药 然后把它穿过去 这个它就不会再往外扩张了 那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 但是基本上可以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 不会让你的兰花在夏季的时候就会死掉 伤亡很严重 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就会伤很严重 然后到秋冬的时候就是开始啊 那个完全失去信心 所以还是尽量建议能预防就预防 毕竟夏季的病虫害非常的高 何况最近天季都是下完雨又 下完雨又晴天 下完雨又晴天 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有些人就问我说 下完雨的话 杀菌剂不会被冲洗掉吗 这要看每一种杀菌剂的状况 有些品 有些品 有些东西它大概可以容许到7天 到10天左右的状况 那像布尔多伊大概可以持续到15天以上 但每一种会不太一样的差别 布尔多伊唯一的缺点就是它 它是无基铜 它的效果快 效果强 但是它容易得红蜘蛛长期使用下来 所以最近我都改成有基铜为主 那有基铜去哪里找呢 去荣耀行找我看 我的是长这样子 有基铜 这个是有基铜 好 所以我尽量还是在喷的时候 每个礼拜会喷 一个礼拜到两礼拜会喷一次 一个礼拜多一个喷一次 那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就比较不会得细菌或真菌之类的问题 因为它是广效型的杀菌 其实真菌跟细菌都会杀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夏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夏季 过来秋季的病从来就会减少了 然后又开始大量的长叶子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